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9日 今天是星期四 這一節要講一個 很震驚 又很驚人 又很震撼的一個訊息 這個叫做戴耀廷 是被滲透 說戴耀廷被滲透 不是說戴耀廷自己 是在滲透 也不是說戴耀廷變節 不要理解錯了 中文麻煩好一點 發生甚麼事 就是跟這個47人案件有關 我們這一節 不是想重複 就是案件的審訊內容 反而 是就著案件的審訊內容 居然爆出 那麼恐怖的醜聞 這件事 絕對是民主派 跟反對派 其中一件相當之 惡劣的醜聞 當然我不是那個矛頭 跟戴耀廷有關 但是 之所以會發生 在很大的程度上 跟很多人 絕對不只戴耀廷一個 是不小心 是有關 甚至乎更加嚴重 牽涉其他人 而其他人 真的有理由要去分析到底發生甚麼事 這個 叫做滲透了 在戴耀廷身邊 的人 牽涉另一個政黨 而這個政黨 問題更多 這個政黨 正正 叫做人民力量 這裏我一定要說清楚 因為人民力量 這個政治組織 在不同的階段 是由徹底 被不相同的人控制 換句話說 這個組織的性質 不能夠 就是用四個字 人民力量 就代表說了 他的政治立場 你必需要看 到底在哪一個時空 他被甚麼人控制 特別是現在 這裏當然要利益申報 我絕對跟這個政治組織有關係 曾經在某個時刻 所以 你要說這個組織的時候 一定要說清楚 他在哪個年代 正在被甚麼人控制 是完全不相同的東西 為甚麼這樣說呢 這個組織最早出現的時候 最早出現的時候 是2011年的時候 這個組織最早出現的時候 是由四個不同的組織 最少是聯合構成的 這個 是由一個 由四個組織 合併產生 出來的一個叫做選舉聯盟 所以換言之 人民力量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 一直都不當自己是一個政黨 這個政治組織 經歷過不同年代 由不同的政治力量 控制著 所以 他的政治路線 以及政治光譜 也出現在不同年代 有很大的變化 本來我不是想說人民力量 但是這次戴耀廷被滲透事件 跟這個 現在控制著人民力量 的人有關 所以變成 必須要拿出來說 隨著爆發了2019年的 時代革命 再到了通過了2020年的國安法之後 我們有絕對理由相信 現在這一刻 的人民力量 已經徹底 不是由民主派控制 所以絕對不能夠 將他當成 是2019年之前 的一個政治組織 這節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這一節我會打算 可能用更多的時間 說這件事的背景 這次簡單來說 就是有一個建制派的人士 潛伏了 滲透了在戴耀廷的身邊 而這個人 正正來自 我剛才所說的組織 叫做人民力量 由於 太多人不知道到底這個組織 過去的來龍去脈 所以我一定要花時間 跟大家詳細再說 你絕對不能夠 就這樣看四個字 去決定 到底他現在光譜誰縮 在做甚麼 被甚麼人控制 這個組織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組織 曾經有一段時間 他徹底被當成一個香港的政黨 裏面有人出來參選 是民主派的人士 時至今天 這件事 不能保證 人民力量最早出現的時候 是2011年 2011年發生甚麼事呢 2011年 就是剛剛 這個叫做區議會選舉 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剛剛過了2010年 這個叫做政改方案 當時的政改方案 是放棄了 是雙普選 改為接受了 由中共提出 的所謂過渡性方案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真的去 徹底研究一下 香港的政制發展 不過我相信你也沒有興趣研究了 所以我告訴你 在 2010年香港政府 提出了政治改革方案 本來民主派 要求 要在2012年 2012年是雙普選 為什麼叫雙普選呢 因為2012年 同時是立法會選舉 也是特首選舉 所以 口號很簡單 叫做2012年要雙普選 2012年的雙普選 當然不是去到2012年才來投票 證改方案就發生在2010年 2010年的政改 是一次很大爭議的事件 當時 民主派 最大的政黨叫做民主黨 走進了中聯辦 說跟中聯辦要妥協 然後拿了一個 中間方案出來 民主黨走進去中聯辦 談判 之前並沒有獲得 所有其他 民主派的政黨 是同意和認可 他是私自走進去談判 所以2010年的政改方案 觸發了大量民主派的支持者 不希望放過民主黨 要民主黨付出政治代價 因此當時 最大的激進政黨 在2010年的時候 當時是社會民主連線 即是社民連 當時社民連 的話事人 就是黃毓民議員 亦因為黃毓民在 激進民主派 裡面的話語權 以及號召力 所以很多人稱呼黃毓民為教主 當時社民連 發生了路線之爭 就是 其中一派的人 覺得必須要追擊民主黨 要民主黨付出政治代價 特別是背叛盟友 自己走進去中聯辦談判 來到今天 到了2023年 民主黨 依然沒有為 在2010年 走進中聯辦談判 做出任何道歉 當時分開了兩派 一派人覺得要在 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追擊民主黨 另一派人覺得 大家仍是泛民主派的陣營 不存在追擊這個問題 於是爆發了社民連分裂 而這個新組織 人民力量就是這樣誕生出來 所以這個組織 有一個時間 是由黃毓民控制著 雖然他名義上不是主席 名義上的主席是劉家鴻 人民力量組織 再是在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之後 再次爆發分裂 所以這個政治組織 發生過多次領導層轉換 政治光譜 政治路線 是更改的 雖然你可以說 大致上 他也是民主派 但是 我們再說一次 政治光譜 以及路線是要說得很清楚的 不是說我是民主 那就說完了 如果這樣就說完了 你就真的不要搞民主政治了 這個不是拿摩阿里陀佛 不是念句咒語 說兩個字叫民主 就叫民主 特別是那個年代的香港 說政治路線圖 什麼時候有普選 本身就是一個 很重大的分歧 這個政治組織 經歷過最少三個時期 再有一個時期 這個組織是由快必和萬必 主導 陳志全 和譚德志 兩個 現在 都是在47人案裏面 問題就在這裏 這個組織 到了 快萬必 陳志全和譚德志 都被捕之後 這個組織 出現了劇烈人士變動 這個組織的前主席 劉家鴻 曾經在網上 Facebook社交媒體 宣告 叫所有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離開這個組織 原因是 這個組織 懷疑已經被徹底滲透和控制 當時爆發這件事的時候 矛頭已經是直接 指控現在 處理主席 梁家昇 為什麼一定要說這個組織呢 因為這個組織 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差不多 現在的 聽眾未必知道 如果是2019年才參與政治 差不多有一段時間 這個組織大到 是等於差不多 絕大多數 的 激進民主派 或者叫做進步民主派 的光譜裏面所有人 都包含在裏面 尤其是在2012年的時候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 這個組織幾乎 是可以在全港 的立法會選舉裏面 能夠在五區 拿到五個立法會議席 所以大家可能真的會不知道 而且 跟這個 這個政治組織相關的人 絕大多數 互相認識 而香港的網台界別 特別多 跟這個組織有關 當然包括本台 本台的 名字和恩由我們也不再說了 因為已經說了很多次 真的說了差不多10分鐘 所以要說故事 有段時間還沒說完 要繼續說這個組織裏面 政治光譜 路線轉移 政治爭拗 我真的可以說10集還沒說完 所以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要跳一跳 直接跳回來 現任處理主席梁家昇 終於回來要說戴耀廷了 戴耀廷 所以被建制派這條懵命 這條膝頭 就是埋倒身 這條叫陳欽 坦白說 就這樣看名字 都大陸到無倫的啦 你不要說我歧視 香港人沒有人有這樣的名字 哪有香港人你跟我說陳欽的 你只聽到這個名字 其實也知道很不對勁的了 我不是說你逢是國內人 就有問題 國內人也有支持民主自由 也有白紙革命 但是 你作為香港反對派 和民主派的政黨 你 面對 你的敵手是中共 而如果 你有人加入 那個人是國內人士 我覺得 英文叫做Due Diligence 你那個 要去調查清楚背景 那個責任應該更高 是不是很合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有甚麼理由 有甚麼理由會被一個這樣的人 潛伏到他身邊 我不是說戴耀廷 戴耀廷 當然 在這件事上也很不小心 試完戴耀廷第一次 被陳欽埋身 就是一次 內部會議 給人民力量 現在的現任處理 主席 叫做梁家昇 再說一次 這個人 現在可以說是相當可疑 由這個快慢必 陳志全和譚德志相繼被捕入獄之後 這個組織 是爆發過 被控制和被滲透 的傳聞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前主席劉家雄 在網上宣佈這個組織已經被滲透 我亦都做過這個組織裏面的成員的一段時間 我做過這個組織的秘書長 在2013年的時候 這個組織是靠社團登記成立的 這個組織 假如控制了社團登記的那本名冊 等於裏面 黨團機器就被控制了 以我對 早前 那件事的理解 我當然已經離開了這個組織非常之久 發生的事就是組織名冊被控制了 亦都因為香港的政治組織和政黨沒有政黨法 所以 他們的構成 很多時候可能是有限公司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又或者好像人民力量一樣 是用社團註冊 所以 就會發生這些 控制了社團名冊 變成了控制了整個黨團機器 的意外出現 這次介紹戴耀廷認識陳茵的人 正正是梁家昇 梁家昇出來發聲明 否認他跟陳茵有任何關係 根據報導所說 當時戴耀廷 被這個人埋身 的原因正正就是這個人民力量的梁家昇 帶著他來開會 而戴耀廷問他 是不是家昇的人 他就說是 這裏還要說另一個人物 我已經沒有寫下標題了 這個叫做官堂區區議會的主席 蔡澤雄 這個人 是民主黨出身的 但是他一直 就是用獨立的身份出選區議會 我也想告訴大家 區議會 歷來 尤其是九龍東 九龍東是被中聯辦 滲透得最厲害的一個地區 有一班所謂民主派人士 長期跟中聯辦是有來往的 這個蔡澤雄絕對是其中一個 這次 介紹這個陳茵 就是戴耀廷的身邊 跟蔡澤雄也有關 所以不是跟大家開玩笑 雖然那時候抗爭的時候 叫大家不要捉鬼 那時候說的是 抗爭 但是我告訴各位 香港的民主派 那些鬼多到你數也數不了 除了飛虎隊之外 沒有人會扮成示威者 但是 如果你做間諜 給一個區議員你做 給一個政治助理你做 有人工出給你 有多難呢 大量的人都會投身去做這些事 所以在一個正圈裏面 這個是又正圈又社運圈 兩個圈都是非常混雜的 這個圈裏面有大量 就是人鬼不分的人 大家可能會問一個問題 既然那麼多人鬼不分 為什麼那些民主派 很沒有努力地 去把這班人找出來呢 我直接說個答案給大家知道 答案就是 香港的主要 泛民主派 特別是民主黨 跟民主黨相關的所有組織 他們絕大多數 都認為跟中聯辦溝通是沒有問題的 換句話說 你有你去談 我有我去談 總之我做最大黨就可以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會導致 那麼容易被人滲透呢 就是因為 全部人都可以被人買通的嘛 是全部 所以我告訴你 在香港爭取民主 爭取民主 真的是一個口號來的 特別是 如果你是正圈人士 一有選舉 就有大量選舉利益 所以大家不要那麼天真 不要一跟我說你有選舉 你就什麼都制 選舉 才是一個最容易被人滲透 最容易被人控制 的事項來的 所以大家 目標為本 你要想光復香港 很認真跟你說 你不要以為有選舉 就是寧丹苗約 選舉 才是最多鬼 以及古靈精怪的發生 正常來說 我講開真的是講下去 正常來說 如果你要選舉 達至民主 絕對不是有選票 就完成了一件事 你要有整個完整的制度 包括選舉呈呈 你要有法治的制度 你要有公開透明的機制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更加不要覺得 有票頭 就完事 有票頭 才是危險的開始 告訴你 好 這一節 其實也還會再繼續說下去 尤其是現在正在開審 所以我們會再繼續 不斷去再說 香港的這些 民主運動的歷史 會跟大家繼續說下去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